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岩石呢 你可以利用重力效果啊 让它落下来 把怪砸到 可以这样 这个方向不是特别听使唤啊 来啊 你下来啊 好了 4440分了啊 如果1万分的话呢 有假面 非常暴力的打法啊 诶 我的天啊 还要跑吗 还要跑吗 感觉转向不是很容易啊 用键盘 啊 它跑出来了 我还想用那石头砸它呢 诶 它们跑到地面上去了啊 我的天啊 一个转向系统感觉真有问题啊 哦 差点把自己砸了啊 诶 讲命了 比1万分了啊 那家伙怎么跑了啊 每过一关呢 地面上就多一朵花啊 现在咱们是第六关呢 现在已经六朵花了 哇 这竟然是两只啊 幸亏我没冲进去啊 好 按方向呢 大叔有点技巧了啊 不能着急 把其他的方向松开啊 然后再按 因为这个游戏呢 只能上下左右啊 不能斜方向 啊 那个龙啊 那个龙好凶残啊 一直在吐火 啊 它们两个一起来的 这样不好搞啊 拼手速啊 诶 这火跑了 好了 我在上面等它啊 啊 这是几朵花啦 诶 这个花如果满了会怎样啊 你 地面如果挖开呢 它就不能够在里边 呃 鬼魂化的状态了 所以呢 你要给自己打开一片战场啊 啊 又多了一朵 好的 哎 变成一朵大花了啊 哦 十关的话呢 变成一朵大花 哎呦 我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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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向啊 转向果然不行啊 转不过来 那家伙刚要吐火烧我 好的 十关 然后呢 多一朵小花吧 哈哈 果然多一朵小花 啊 那好吧 那这款小叮当呢 看起来啊 游戏的风格呢 非常的简单 但是也是很有乐趣的 那当年这样的游戏啊 大叔一玩也能玩一下午的 啊 那好吧 那这样一款 那钻地小子的十组型作品啊 就给大家带了带到这里了 其实本作呢 在FC平台呢 也有一个续作 就是小丁的二代啊 啊 那个游戏呢 有时间也给大家找出来啊 录制一下 好 感谢大家收看啊 咱们下期再见